他們開心就好 他自己在想像 就淡化啊 因為他感覺很常講這種東西 所以就算了你知道嗎 因為我基本上都是在台灣生活長大 所以我對台灣這個破壞土地的認同感會比較強 台灣就是還是自己的家園 所以應該還是要自己守衛著 歡迎收看今天的486街頭全民調 近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元旦喊話 你怎麼看 他說兩岸同意是台灣的年輕人心願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蛤 蠻荒謬的啊 他們有自己的想法吧 他們開心就好 他自己在想像 就淡化啊 因為他感覺很常講這種東西 所以就算了你知道嗎 反正就大家各講各 我是覺得這是他的想法 但是不見得代表所有人的想法 他不是我的心願啊 他們就在講淡化 他們不是說很早就要就是來征服台灣 收回就是這一塊土地嗎 當然就是他們一直不敢 那時間一直往後演就對了 對 他們時間一直往後演 所以你不覺得兩岸有一家親嗎 不可能 思想上面可能就不是那麼合吧 對 台灣是個體的 覺得他們不尊重我們 就很不尊重 講話就很難聽啊 就是可能玩個遊戲 然後就會嗆你說 喔 台灣就是沒數值啊 台灣很狗啊 就講很難聽啊 我覺得政治的話題我盡量不去碰 你會自己 沒有答案 這草也沒有結果 我自己覺得是什麼就是什麼吧 我覺得跟政府可能沒有辦法親吧 但是人民的話可能 因為他們感覺他們也是都被洗腦滿可憐的 然後我有遇過我買東西 他就跟我說 你是台灣獨立的嗎 我說我對啊 然後他就說那我賣你 然後我就說隨便你 在淘寶 他不賣給台灣獨立的 是嗎 我剛好說還沒去過大陸了 不是 不是 你好像 比較多是武力上的危險 父親啊 他沒有想要跟我們親的感覺 不能怪他們的人民 因為他們就是生長在那個環境啊 就是你就出生在那邊 那你想要獲得外面的資訊也不太可能 我不是台灣人 我是澳門人 因為澳門的生活就是比較和平一點嘛 在中國看來的話 澳門就是比較乖一點的地區 所以就是 應該也不會有太大的干涉 BULL SHIT 兩岸一家親就是 可能是吧 就是我覺得大家人都是很好 我自己也有去中國留過的就是經歷 我覺得那邊的人的確是還不錯 你可以跟他聊天 但是就聊到政治這一塊 可能就是因為有黨 有他們的歷史 他們的就是學到的文化 他們的看法就跟我們很不一樣 真的哪一天不小心 這兩岸統一了 你會贊成還是說你會反抗 反抗吧 我需要自由 我需要人權好不好 統一之後發展經濟可能會比較好 反正現在大家都過得很好 維持現狀沒什麼不好 守護台灣 對 反抗 反抗 他媽拚了 OK 好 反正都是死嘛 OK 就也沒有什麼看法 但應該是沒有想要統一 目前應該是維持現狀 可能聽久了就習慣了 可能他們也沒有做出比較激進的舉動 就覺得還好 其實以前是就是激進分子 我會想要努力的抵抗 但其實好像沒有什麼用 所以說哪一天如果真的不幸的 可能不是和平統一 可能是武力打仗的話 你們會逃難 你們會怎麼 我武力的話應該是逃難 那應該是逃吧 我覺得我應該沒有辦法有什麼作為 我免疫啊 大家加油啊 很難講 因為也沒有真的遇到 自己由不得我嘛 OK 就只能看當時的情況 然後去做應變吧 但是也可能只是屈服而已 好像也沒有能力反抗 因為我基本上都是在台灣生活長大 所以我對台灣這個破壞土地的認同感會比較強 台灣就是還是自己的家人 所以應該還是要自己守衛 躲在防空洞裡面 好的 你對於這個議題有什麼看法 歡迎在底下留言讓我們知道 下支影片見 拜拜